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戏说英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呢是要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转运的小tips 因为很多小伙伴呢因为不同的原因 需要从国内优东西到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下转运的一些流程 还有我自己本人采过的一些坑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转运是分空运还有海运 空运的时间一般在7天到14天左右不等 那海运呢一般现在的情况是55天到70天 我自己的空运是踩到了一些坑 等会儿会跟大家详细说 那么海运是正常55天就到了英国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两种方式 那么这两种方式当然费用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海运会比较便宜一点 海运跟空运大多数都是根据重量计费 那么有的会根据一个体移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根据重量计费的话一般海运是按1公斤计算 那空运是按0.5公斤计算 这个它的计算价格是不一样的 之后海运每公斤加起来的费用会比空运便宜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不着急的物品是可以选择海运 那空运可以寄一些很着急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空运是不可以夹杂一些敏感货物 那么海运是可以夹杂少量的敏感货物 那敏感货物包括什么呢 敏感货物包括一些液体 自明品牌的物品 以及一些电池 这些都是属于敏感物品 那大多数人空运它可能是走不了的 有的小伙伴也可能会尝试用空运 但是可能有会被退回的风险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斟酌的一点 那么还有就是时效的问题 时效的话肯定是空运比较节省时间 那么转运的流程呢 一般都是需要自己找一家转运的公司 然后呢去跟公司联系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公司的收快递的地址 你要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快递到它那个仓库里 之后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快递到那里 然后确定收货之后 你可以去跟它核对一下订单 告诉他哦我的货已经全了 可以开始往英国发或者是往其他国家发了 然后客服会根据你提供的运单号 帮你找货 转用货之后会给你核对这些物品 核对完之后呢 它会给你打包 那么打包过程中 大多数的店家会问你 需不需要一些包装纸 就是一开始快递过去的盒子还需不需要 那大多数情况 如果不是硬碎物品是不需要的 这样会减少空间和重量 然后它会给你打包它一个大的箱子里 去寄中 根据自己的重量呢 然后算出一定的费用 支付的话建议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像我是用淘宝去进行空运和海运 所以我是在淘宝上支付 这样有第三个保证 也能保证如果万一没有收到货 或者是货物有问题的情况下 是可以找淘宝客服投诉 或者是你延长收货 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个权利的加持 那么如果是你非常熟悉的转运公司 不是在淘宝上 那大家小伙伴们是需要转转一下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在微信平台 或者是其他平台上付款 然后一定要找靠谱的平台 那么现在我就要说一下关于转运的一些坑 因为海运的话我是没有踩过坑的 但是也是在淘宝上找的一家 非常靠谱的海运 是在过年期间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货比三家了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店铺 是不是有企业资质 我找到的都是天猫的店铺 天猫店铺会有一个企业的资质 还有就是用户的评价 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多看用户的评价 如果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评价 还有就是有图 或者是有回头课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 还有就是看客服回复的态度 以及是否专业 我第一次找的海运那家 就非常的专业 然后感觉很靠谱 它实际上我把所有的单号 都输入到它的微信平台上 然后你在这个平台上 就可以看到你的户屋是否已经签收 之后呢 等你的户屋到齐之后 你可以去跟它说 然后你可以自己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操作打包 打包之后 它会在淘宝上根据你留下的信息 找到你 然后会去跟你核对所有的货品 然后给你拍照打包 量重量 然后最后是给你收费 收费的话是在淘宝上进行 非常的方便 我记得我优了很大的一箱货 总共花优费 只花了一百多块钱 不到二百块钱这样 当然我还运的原因是 我优了一点点的液体 还有一些衣服和饰品 没有很多的敏感活物 它很顺利的到达了 大概花了六十天左右 那么商家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也是五十五到七十天 是在这个区间内的 那么说到空运呢 这次空运的话 我是自己向坏一家进行转运 因为我想尝试一下不同的公司 上次那个仓库是在上海 这次是在广州 那这次呢我就因为上次很顺利 我就很马虎 我只搜了转运两个字 然后我就找到了第一家 我看到了第一家 然后就直接下单了 这家呢我就是算是踩到坑了 因为前面进行的还算顺利 但是感觉就远没有上一家演技 上一家你是自己输入当号 然后自己看户状态 然后商家给你打包 这一家是你先把所有的户发过去 发过去之后 你要自己每天在淘宝上确定 是不是所有的户都到了 然后去跟店家说 我的东西都到了 他会让你把所有当号发过去 这样其实会比较麻烦 如果你买一个东西 出一个当号 这样不会乱 当然这一步我是没有出错 我是把所有当号都发过去 那么他也是 大概24小时左右时间给我核对 然后我就可以进行打包 他也是问我要不要拆箱 之后呢就是要邮寄到英国 他的速度是很快 在打包当天 他就直接给我发出 我在物流上也可以查到 但是他跟我说 两天到三天左右会出转运当号 就是到英国之后的当号 所以我这两天是根本就没有查物流 那第三天的时候 我去查物流 我发现到达了广州这个白云机场 但是他一直没有动 我就去问店家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赶着五一 店家就说 代理好像是五一休息 所以就没有办法 要等到五一休息之后 才可以再问 那这样我就又等了三天 等了三天之后呢 我的物流还是没有信息 我就再去问客服 然后客服说 是因为体积的问题 代理就便需要跟他们确认 我说那好 我说那是不是之后就可以 正常发出了 他说对 两天之后就可以出单号 然后我就又等了两天 等了两天之后 还是没有更新 我就又去问他 又去问他 他跟我说周日了 周日代理还要休息 就是这个店家 他也不是欺骗你 他是完全是一个 代理的下限吧 他是完全跟着代理走的 代理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问他任何问题 他也解决不了 所以呢 我就又等了一天 到周一的时候 我就又问他 结果他说 是因为他们仓库欠费了 说代理的仓库欠费了 所以我的货物被扣下 说交上费之后就能发了 我说那好吧 我说那什么时候能发 他说今天下午 然后我就第二天又去查物流 又没有 他说 哦 我是因为您再等两天 就可以看到物流了 我就继续等 结果呢 两天之后还是没有 我就有点着急了 我就问他 我说什么时候能给我发出来 然后因为这个物流 完全没有显示 结果他说 我的这个运单号作废了 又给我换了一个新的运单号 结果一查 其实还是没有动的 只是换了一个运单号 还是在白衣机场没有动 后来呢 他跟我说 说这个货物已经到深圳了 但是需要排飞机 因为之前这个代理 把我的货给忘了 然后我就 我就很无语 然后我就很无语 我最想我是天选之女嘛 就这么拖了很久 大概拖了15天左右的货物 其实还是在广州机场 没有动 他说到了深圳机场 但是物流是没有更新的 我是有点着急 我就去小红书上 搜了一下这种攻略 我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 那么小红书上教我方法是 如果你这个店铺是天猫的话 你是可以在天猫上面 查到企业资质 然后你先去淘宝找 淘宝小米投诉 然后不行的话 你可以去12315投诉 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咱们是消费者 我们是有权利去维权的 所以一开始 我先找到了淘宝小米 我跟淘宝小米说 一定要给我解决办法 还有告诉我什么时间 确切的时间 我的物流可以动 因为我花的是空运的价钱 我可以过一个月之后 再给我把货无忧过来 那样就是跟海运 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第二步就是 淘宝小米去跟商家联系 然后我也有跟淘宝小米 和商家都说 如果没有解决方案的话 我就会在12315这个平台投诉 那个平台投诉非常简单 你下了那个APP之后 然后输入企业资质那个账号 就可以投诉 然后我跟店家和小米都说了之后 小米就去跟我沟通 然后店家也过来跟我说 说他去跟淘宝说 去给我做佳吉之类的话 那么其实已经15天 我觉得怎么排也排到我了 但是真的很有效 自从那天之后 我的货就开始动了 他们就说 已经开始给我排航班了 大概过了一天之后 那么我就看到 我的货已经上飞机 然后大概两天 两天之后就飞来了英国 然后又过两天 我就收到了我的货 所以大家在找转运的时候 一是可以通过信任的朋友 给你推荐他们好用的 这些转运的公司 还有就是如果自己寻找的话 一定要记得货币三家 然后有的在淘宝上 就像我这次空运的店家 会问我说 你是要在微信上付款 还是在淘宝上 那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淘宝 因为我的这个淘宝 一般都是13天自动收货 我的如果正常情况下 已经自动收货了 那么我走了投诉渠道 我自己延长了一次收货 然后商家给我延长了一次收货 就是四天 但是那时候我的货还是没有动的 所以我去投诉 商家和淘宝那边 可能是有一些权利 那又给我延长了15天的收货时间 所以这都是为自己争取的权利 也防止商家完全不理你 那你的货没有收到的话 其实他也收不到这个钱 他是要一直为你服务 还有就是一定要看一下评论 因为之后我再去看 我找空运这家的评论 其实很多都说他价很慢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像我这种一直在等飞机 或者是十天半个月 都没有收到货物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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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 有转运公司避开这些累区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下期再见拜拜